兩位同學 應該是說二人的特製吧 但是他應該是下一次再來 那這一位呢是 我有8秒 有 簡報我也看 那大概的重點 等一下可能由他來介紹 但是我昨天是看到一個契機 一個機會點 他這個平台如果可以的話 不是只有頻道 所以我昨天有 之前有講 比較粗魯的講 這就是平常得來數 但是不屬於有得來數 或者說什麼 都可以 那當然我相信 如果以好樂的 這個共享裡面 Goshier 我認為應該 他也會很樂於的 分享給 證定相當來使用 那如何的去配搭 或者說你很想要做 哪邊去做 兩分配合 我相信 這應該都是 都是可 可 因為就是過去了 對 那 現在重點就起了 不好意思 我叫旅士好 主要我在四年半前 開始做 這個所謂 殯葬互聯網這一塊 那其實 我為什麼想要做這一塊 因為 這個 台灣人口的結構 變化很快 那 從以前傳統的 所謂農業社會 一直到現在 科技社會 那 因為整個 家庭結構 做了很快速的 這個結構上的變化 所以 商里的結構 也產生很大的一個巨變 那 因為我從事這個 殯葬產業服務 這上面 已經有25年的這個時間 那從這個沿路一直走來 那從傳統一直走到現在 那我一直有這個感覺說 這個 在台灣 銀法 時代跟高齡化社會來臨 那有什麼 可以透過什麼樣的系統 可以來幫助所有的 這個家庭 來面對這個 老友所中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其實 尤其是商里 這個學校不教 那家庭又很忌諱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想辦法去突破這一點 因為我們可能可以 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我可能我選擇 我不要出國 我不要 我不要買車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選擇說 我不走上這條死亡的這個 這條路 所以他這是一個 是一個 100%一定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對 他是一定是會發生的 只是在這一段我們國人 面對這個事情的這個 可能他資源上面 或者是他一些 可以處理的那種方法上面 可能 可能因為台灣的這個 民情的關係 所以 一直都很活絡 所以我才會想要說 就是去開發這一塊 那因為這一塊他又很複雜 因為 冰藏這一塊 他在這個傳統 這麼傳統 這麼封閉的市場裡面 大家對於這個數位化的那個觀念 又非常的 那 那 想做但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所以我就是 第一個 先跳起來做 那因為 這個在做這個過程裡面 他有點是 帶著產業往前走 但是也有點在做一些 產業性的這個 丁 的破壞 就是一些 一些發展 就是跟傳統的這種發展模式 有點 破壞創新的這個概念 那所以現在 得到 得到不少知識 也得到不少的排斥 所以其實這一段在推 確實是很困 那今天想說 特地來 來拜訪政委 因為其實我們是 蝦兵蟹將 可能在這個市場 是一個Nobody 所以我想 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理念 就是我希望能夠 推出一個平價透明自主 專業的一個平台 那讓所有這個 有能力的這些理師 可以上來 這有點像那個計程車的概念 他就是直接上來 那供應商也透過他 我們有專屬的APP 的一個上架系統 直接上上來 那我們的 我們的工程師已經寫了 很多的這個程式 就是 因為 因為兵蟹它是一個線性的流程 嗯 什麼時間 他應該進什麼東西 我們都已經把它寫好 那所以 現在也目前也大概都做到 將近七十之間的這個 實際的案件 就是有履約的 對 對 就是從他簽約到實際 你們履約 對 而且我們裡面有串金流 對 其實這個金流 也是對 可能對國家也會有一些幫助 就是因為其實平常產業長期都是 長期逃漏稅 嗯 像送金事物從來也沒有繳過稅 但是透過我們這個系統 現在送金事物要繳稅 嗯 那 這個 這個產業的產值 一直都被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黑箱 等下很多人講說 大概有五百億 這是什麼計算 因為很多都是現金的聲音 所以也算不出來 對 那如果是這個可以把它普及化 說明在稅收上面也會有一個好處 就會對國家也會有 增加它的稅收的這個 這個 這個來源 那另外就是消費者 它可以更透明 因為大家在面對這個事情 都很傷心 嗯 那不要在這個傷心的過程裡面 感覺好像又被 又被再一次 對 再再砍一次 那感覺就很不好 所以我們也是自立一直希望說 把透明化這一個商業的服務 看是不是可以變成下一個 下一個真正 就是台灣要選用這個 冰葬服務的一個模式 想這樣把它建立起來 嗯 你剛說這七十幾次 它是 都是 就是人還活著的時候 它自己來做選擇 還是其實也有一些是 它已經過世 是家人有你們的平台 我大概講一下這個演進 因為其實我們早期在推的時候 大家的觀念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嗯 所以其實因為我們做了二十幾年 所以我有很多的舊有客戶 我是把我舊有的客戶把它導進來 對 那導久了之後 就自然它就會再介紹 又又再進來 那也有少數從網路直接搜尋我們 直接再進來 通通都有 所以我們現在大聲地分成這三大類 嗯 那我覺得客戶回流率是夠啊 而且有一些客戶玩的時候 他也在臉書講說 現在平常 感覺平常不一樣 跟以前人像做法都不一樣 他有在推薦我們 所以所以 不過他就是家人了嘛 對 因為他如果履約之後 那個 是 其實這個 已經登出了 大概不容易推薦你們 其實因為商禮他也是 講句白一點 可能我們台灣人就是不到黃而行不死 他不到最後關頭 他不想來談這件事情 但當他要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的選擇又變得很少 而是變成說 我都是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他有資訊的提供 也有緊急協助的提供 那也有商城的提供 這全部都連在一起 就是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 可以怎麼商禮 他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塊沒有人做 也沒人想做 因為其實有時候 商禮這一拜 我們那時候有參加過很多天使的那個 就是說明會 一聽到殯葬 我還剩下幾分鐘就被人家叫下來了 這個東西我們不想跑 什麼錢都可以賺 不要賺這個錢 所以我覺得這很可惜 因為這個是我們 類似是民生必需品的 他不是一個選項 他是一個必需要的 要面對這個事情 他是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去推 那因為那個商禮 他的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那我們發展這塊又是經濟部版 所以這兩部就一直都沒有辦法 因為我有去找經濟部的一些 就是專門做這個新創的 這輔導的 也都沒有成 從SBIR寫到SIR都沒有成 寫了六七次 後來有點放棄 可能這個產業比較特殊 大家覺得很像誰比較深 還是看不懂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都 可能那些評審委員 不覺得自己有資格來 對 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我也就是 不是很理解誰 因為送審之後 他為什麼沒過台 他也不會解釋 所以每次也沒有辦法改進的一個空間 所以今天是透過 主要還是商業模式上面 希望有一些討論 其實我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 我當初我們同道性的成長的時候 有點像 其實我那時候 我之前在台北101的時候 我在鄭超凡的時候 這個我沒有講過 我之前被起訴被判決 後來高院撥毀 被援用案例 之後才有金融監管法 我現在出來 我可以說這是我們很大的貢獻 理解 這個您上次有講過 對 因為是衝擊下面的產物 那我覺得呢 這一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說也可以做一個跨部位 因為我知道在中央企業處那邊 也有所謂的監管沙盒 但監管沙盒不是針對金融 但他們沒有在做違法的事 目前所有做的都是合法 是沒有 連灰色地帶都沒有 沒錯 監管不是說只有 只有 我聽懂了 因為要怕部門的 他可能是就是第一個開創 那如何去把它整合起來 沒錯 就像是金融監管 剛剛那個士豪學長說的那個 什麼 他剛剛講的經濟部啊 或者誰啊 大家一起共同來研討這件事情 如果他會整個 理解啊 這樣我們比較不會叫沙盒 因為沙盒他講的是灰色地帶 是法性有疑慮 那我們有一段時間來證明給社會看 這到底是好還是壞 那我剛剛聽起來你做的全部的事情都是合法的 應該沒有沙盒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您剛剛提到是說 希望跟內政部有接觸嘛 那在這個接觸具體來講 他是希望說把這個就是說 這個人個人在生前就預先規劃好自己的商禮的這件事情 當做一個怎麼講 就是推廣的一個目的嗎 就是主要的目的是不是這個 其實認為應該這樣子 就是現在生前要規劃的話 他也另外一張執照 對 那因為我們是 我這個扶具生命科技是 現在是完全就是電商的牌 他不是必須這樣知道 因為他這兩個法是互相創作 我知道 這個我理解 所以我是把它分開來 那如果是要在扶具上面做 他是違法的 但是 要怎麼竄 其實這現在目前 尤其我們有竄金流 那個金融法會有特別講 他說 若是生前要預付的行為的話 不能透過金流 對啊 所以這段是不行 對對對 所以我們等於 如果要做的話 你要另外一張執照 說不定另外一個公司 對 是 因為我能不能將這整個貨業的過程 錄一下 我們本來就會錄啊 我們已經錄了 你要錄也可以啊 當然 但我們這個會提供給你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我的小法師長 因為其實這一個 現在目前這個商禮的這個平台 第一個就是社會上面 大眾對於這個觀念還很包容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產業 產業對這個還有很多的質疑 所以我們在推展上覺得非常的困難 那又以我們自己本身這種這麼薄小 就是這麼薄弱的力量 那要去面對這麼大的這個反彈的力量 我理解 但是就是說如果你不牽涉到前端 我們現在只在講後端嘛 商城的部分 為什麼會有質疑呢 具體來講到底是什麼質疑呢 因為我看簡報裡面有問一些說 那如果你們倒了啊或怎麼樣 可是那個是隨著就是你公司營運時間久了 它自然就不是問題嘛 因為任何新創在前兩年一定都會面臨說 那你們落跑怎麼辦 但到你到五年六年 尤其是你本身已經有這麼久的時間 在這個行業裡面 這個應該比較不怕就是落跑的問題 那所以除了那一個隨著時間過去自然會變好之外 有沒有什麼別的質疑是你覺得說 我們可以來想一想說 去怎麼樣子去讓大家覺得說 那這是一個新的角度 這不一定是就是取代到舊的 或者是舊的一定比較不好或之類的 有沒有哪些舊的或現有的想法 是你覺得現在在你跟其他人講這個時候 特別困難的 因為我剛剛聽你的這個講法包含你的簡報 我並不覺得有任何問題 所以可能還是要你來跟我說 我當然問成就是消費者可能對於所謂 用網路來辦兵葬的這一塊 他非常的陌生 但你們也有專線啦 甚至有專人啦 所以網路只是等於他給你一個菜單而已 那因為這一段大家覺得這個是新的東西 所以他有點類似像在新創過程裡面 大家別人會覺得在創新拖散前面的 所以比較不習慣 對不習慣 好那第二個就是 在我們的冰藏產業裡面 大家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不公開價格 那商城他就是公開價格 那雖然我不是在做市場的破壞 但是公開價格這件事情 已經讓整個市場的漫談已經很大了 這有點像實價登錄嗎 就是說你如果本來就是照這個價格賣不影響到你 但是如果你本來是比較機會主義的的話 那就會影響到你了 對 那因為冰藏產業它是這樣 它是很多很多的大家都有利益共生的這個建構 大家都在一起 那所以我們曾經有這個就是 好不容易輔導半年的那個廠商上來 那一夕之間他收到有沒有空間 他馬上就把東西撤下去 所以一下的商城有東西一下沒東西 會讓一下非常不穩定 那他也不容許說 要不然你的東西用我的帳號上來 他說不要 因為他的東西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寧可不跟我們做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這樣子 食物整合上面 尤其供應商 你幫他做生意他不見得開心 因為他覺得他周邊的壓力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這個 可是你說價碼不公開是裡面的每一個部分都不公開嗎 因為有一些部分我稍微也找了一下 它其實是公開的 所以就是像一些配件啊 或者是 就是說感覺上它分成商品型態跟服務型態吧 那商品型態的部分就是一些配件什麼的 那個我們到一般的就是網購也看得到類似的東西 所以應該沒有不公開的問題 所以感覺上是那個人力 就需要有人來服務的那個職心或者之類的 那一部分可能是稍微不公開 不然就是你說小方巾啊 這個三色方巾啊 這個竹炭毛巾啊 花籃啊 這些你到電商平台上都有啊 這個好像沒有不公開的 其實這個產業大概就當成一個車 有這個三大類 其實我已經把這三大類全部都公開了 我是一次全部公開 後面上我陸陸續續在 所以後面上物品的公開是相對沒有問題 對 因為物品反正你在別的不是商業場合你也買得到嘛 對 那車的部分就稍微比較有壓力嘛 那人的部分更有壓力 對 可能就是這兩大塊壓力比較大 但是商品的部分也有一些壓力是蠻大 像比如說商在告別市的花山 花山幾乎在網路上是買不到的 因為花山它是一個非常主要的東西 那可能它可以 你一個小配件 你去外面買 可是一般的花山做不到的花山嗎 它做不到 它那個是大型的花山才做得到 了解 大型的花山不會把它放在自己網路上買 對 他們都不會加賺了 了解 所以它會有受到這樣的壓力 可是我們在開發的這個供應商貨市裡面 它都一直很看好我們 但是我們邀請它進來 它說不要 現在我再稍微再看一看 它認為說我們可能會被滅掉的機會很高 可是沒有別的就是以前不做這個生意的花店 會覺得說這個是一筆額外的收入這樣 我大概跟鄭偉報告一下 其實冰藏業它的平均的數值上下差很多 那有些都是夫妻或是等於是做空出身 了解 所以它可能會做這個東西 它有技術 可是它數位的觀念是沒有的 你甚至要叫它拍一張照片 因為商城的照片 你最起碼一定的那個清晰度 它都拍不出來 理解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我們不像是那種別人一個warehouse裡面 所有產品站裡面我們在那邊拍 有攝影棚不像 因為花店它是四處移動 每個殯衣館的規格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變成我們的製造 我們在做這個照片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我聽得懂你 對 它也會為我們先搭一個祭壇 然後讓我們來去拍 因為這個一搭好花它有它的花期 當它把這個花擦好之後 沒有人叫這個花花它全部都是損失 所以它不能叫了 然後再送去錢給你拍一下 去別的廠子很危險 不是別的廠子 我說它出門錢 那很難 因為花它整個架上去 它必須要備版這些全都架上去 因為它是組合式 了解 這有點像是室內設計 對 等你裝潢好了才看得到它的價值 那本來還是草圖的時候 大家畫的都一樣 對 所以它拆開來是一片一片的 那組合起來才會看得到整個 了解 所以這個我們在照片取得上面就很困 OK 那包含大型的花店 他們自己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 產品的那個行路 他們也都是一年才拍一次 就是印幾出來 而且它照片品質也不是很好 所以這一段是 這一段其實是 我們相對落後 都是在這個冰藏產業要數位化過程 這一段還要很長一段 那其實這一段其實也沒有人去寫 就是我們自己一直跟廠商千拜託萬拜託 麻煩可不可以跟我們這樣配合一下 然後就還要動用非常多同仁去幫忙這樣拍 所以有時候那一張照片下來成本是非常可怕 立切 所以這是我們也很大的一個困擾 可能是大家覺得說 我們反正我們講句白講 就是我們是個Nobody 所以在這個產業上面 大家都覺得 我有剛剛好 我才配了你 絕大多數都沒有剛好 那今天來政委這邊也是希望 是不是政委覺得 你不用替我們背書 我的意思說就是 覺得冰藏的數位化這一段 可能在台灣這個未來是不是 政策 有值得讓大家去理解 其實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還是其中一個方法 也不見得是要為我們做背書 還是什麼之類的 加速這個產業是不是 有像政委這樣子 具有一定的這個社會影響力的 說不定你的一句話 可以讓這個產業有更多人 重視到這個所謂的數位化 對那數位化他願意再 再更讓他更進步 讓他去學習更多 然後來去如何把這個數位化做好 那數位化做好 對消費者他有很多好處 就是很多都是明買明賣 因為冰藏產業都是這樣 我可能三萬五萬跟你講進來 但後面結十萬二十萬 絕大多數是這樣 那因為整個流程 你們非常繁瑣 沒有絕大多消費者 他都不懂 所以他等到做下去才知道 哇原來要這麼多 我以為原本是只要三萬五萬 就可以結束 結果不是 就要到十幾二十萬 甚至三五十萬 他那時候他覺得說 那種消費的那種落差就非常大 那這也不是冰藏業者的錯 因為很多東西沒有辦法 就是大家就很短時間 三分鐘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多少錢 就是這樣隨便亂問 對啊 因為時間太短 消費者學習的時間也很短 那給業者的解釋機率也很少 所以每次都是這樣子 那大家都覺得做完 反正這也 這個也不是天天在做 不是這樣天天在吃烏肉飯 對 反正我家二三十年才遇到一次 算了 就當被禮 對 所以現在 業者也就是這樣的 你消費者的心態是這樣 這有點像觀光區 他如果做的客人 大部分就是只會來一次 不會深度旅遊 對 那其實他也沒有口碑問題 對 沒有口碑問題的話 自然就會氧化成你剛剛講的那樣子 對 所以可能 若是這一個產業 要是讓它 越形成這樣的風氣的時候 其實大家在面對冰藏業者 因為我曾經有做過的調查 就是大家都會貼標籤 冰藏業者就是黑道 嗯 很多都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不是普通人在做的 那其實有一群真的還蠻不錯的 而且優質乾淨 而且大家都很想要 就是為這個社會去做福 都會被很多這種 因為大家近比較乖的都是沒有聲音的 那比較會常修善舞這些都是有背景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也能夠在冰藏產業裡面走出一個清流 讓這整個在這個未來的這個生活式的服務上面 最少我們有因為整個台灣的進步 然後帶動連冰藏產業一起帶動起來 那間接說不定對國家在冰藏上面的管理 因為冰藏的管理 對國家來講很難管理這些人 那你透過這些系統下去 你也可以去管理這些廠商 那也可以讓整個國家的稅收 說不定可以再更提升 變成是大家多贏 那業者他也可以把他所有的服務 把他標準化 才不會跟消費者說講一套做一套 那個上下落差太大 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死了一個爸爸還死了一個媽媽 結果來這邊整個消費感覺非常不好 那我不知道自認倒楣 誰叫我死爸爸死媽媽媽 那種感覺 那你那種感覺越是那個話 尤其在我們現在高齡化社會裡面 大家再不去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因為跟日本一樣 很多那個孤老的日本人 他就在裡面死的事情 臭味都發出來 人家才發現 所以 因為若是可以有一些有好的一些方法 或是一些可以被宣打的一種工具 對 讓大家可以了解 那所以我才有推一個這個叫做 可以為社區化 嗯 然後把它 呃 零理化 說不定在這個裡面可以協助所有 這個 有需要的人 我們提供專業的諮詢跟提供緊急的協助 至於你要不要找我們辦 那都沒關係 嗯 去把這樣子的協助把它先做出來 嗯 那資訊先通了 有了工具 資訊可以通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講得更清楚 我們的服務是什麼 嗯 這樣大家在這個裡面 明著這樣來大家會比較 喔消費者也會安心 那在做的人他也不會覺得說我在騙你 嗯 那大家覺得這個可以的話 我的我的理想是這樣 嗯 所以我是希望能夠推出一個就是 評價透明自主專業的一個平台 嗯 因為評價在殯葬業裡面是一個很 很難做到的事情 嗯 大家的那個 理論 我不能講理論高 因為每個人成本不一樣 因為有些人 我接一件 三個月才接一件 所以他這個要把上個月灌進去 就是這樣 那這個平台都是可以提供 大多數的需求者都可以來上面來做詢問 其實我們可以讓更多專業的人 大家一起進來 他透過這個管理機制 然後再下去運作 有點像計程車 嗯 因為早期計程車沒有 沒有整合之前 也是亂七八糟 對啊 我以前我記得小時候 坐計程車做到 每一個都是赤龍赤鳳 車子裡面都是放了那個 球棒 大家打一打去 那慢慢的也是有這個系統之後 以前是無線電 無線電是更糟糕 然後接下來才變成了系統 然後慢慢的去無存精 然後再下去做管理 然後最後才走向 現在我們現在什麼計程車的生態 他只是在殯葬產業裡面都沒有 大財團他們 他們只是想要在獲利上面一直不斷去增加 所以他會覺得說沒有賺錢的事情他不做 那我們現在是想要推說 不是每一個人大家都這麼有錢 那我們社會弱勢我們要怎麼去照顧 三萬五萬就可以辦一個很圓滿很溫馨的商品 我們這邊做得到 我們不見得是要跟這種大財團 是三十萬五十萬五才能去辦一個商品 因為人民的壓力很大 他覺得這個東西為什麼 為什麼好像 我家過世一個人還要這麼辛苦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辦過這麼多場 我也辦過很多人 那我覺得這一塊 是不是讓更有力量的人可以來支持我們 才不會讓我們覺得好像 我們現在是在大風大浪一艘一個小船 隨時都有可能會翻覆 那我們當然只是大家 政策可以移動 那統性協力是大家抓在一起說 沒關係要死大家一起死 那大家互相這樣保護著互相 但是我覺得這個 再繼續走下去 真的路走不長 因為這四年半真的很難熬 而且我們燒很多錢 所以現在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是國家 放棄的那一種 結果我們是默默的在做很多事情 只是去申請補助 之後人家也不理我們 所以人家都覺得他這個品項不OK 他就直接刪掉 就是這個感覺 我其實有一個建議的想法 因為如果照自豪他的想法 還有我相信應該是 你可以去share這個 可以公開這個平台 我相信對於政策上面的協助 我不要說協助 因為可能在這種在這邊也 這應該已經是公開的吧 我看在廣播電台什麼都已經提到過了 其實我們就是個平台的 不是會員制 我看一般人都可以看 都可以 我們全部都open的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一個如果是可以再 因為我知道像 那時候馬英九他住起來 是過世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專門用 市政府的這個公平器的這個 有一些什麼電子萬兩啊 對對對 那如果是 因為他們可以辦得很 因為我去陳家福的那個焦鳴分 那種的 我去簽個名字 就要很快 對啊 那 因為那是一個 OK 那 但是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去弄 弄那麼 那個 那馬英九他那個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他這個人 但是呢 他這一個 我認為這是一個地方 嗯 那 這一邊 是不是說也可以 我的想法是 我今天是個平台 嗯 這個平台就是 呃 這個機制都是很透明的 是 那 有沒有機會 我原本是這樣想啦 說 是不是 有機會可以 得到政府的一些支持 哦 比如說我們可以 可以有什麼樣的 我是不知道有什麼樣的計畫可以上說 因為這個牽涉層面很廣 因為這個 這個 尤其兵葬又是非常的 Local的這個 這個 又有很多這種 林里長自己本身也在做這個兵葬 這個可能 會引發一些 政治上面的一些辦案什麼之類的 啊 我的意思說其實這一塊 以這個 呃 政委 因為 就我理解 就是 其實台灣有了數位政委之後 我就發現 欸 想要數位轉型 發現了一個 新的機會 以前都沒有 嗯 我現在有的機會 那 在數位的這一段 尤其是在產業的數位化這一段 我是不知道 政委這邊有沒有什麼 可以協助我們 還是 讓我們在 發展這條路上面 可以有 有 有比較大的一些 呃 可能彼此之下 互相交流啊 或是機會 還是有更多的一些support 我們一些 對對對 什麼之類的 對 我看你們端這麼厲害的攝影機來 想必已經是宣傳的一部分了 這OK 那 我大概兩點回應 因為時間比較有限 一個是說 我們比較難把這個像計程車這樣處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計程車它畢竟還是用到公用道路 那它對於在上面行進的別的車 它如果總量不管制的話 多少也會有一些排擠的效應 那所以概念上面 本來交通部對於計程車就有輔導的這個義務 來確保說 這樣子我們花了很多納稅人的錢 建設的公共道路 能夠做有效的利用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 但是 以兵藏來講 這幾乎完全是個人的事情 它除非是說 好比像說像 土葬用到土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有分區什麼的 但是在儀式中間的這些物 這個車這個人等等 它很難說是用到 像公用品譜 或公用道路 或等等的這些 我們有責任去正確的分配的這樣一些公家資源 所以我們能夠用的就是公權率的方式 不是監管的方式 基本上只有輔導或者引導的方式 那之前像一些環保相關的 可能大家知道說 現在已經有一些新的倡議 好比像說箱也有人在做電子箱啊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概念可以變得比較環保 但那個仍然也只能用輔導的方式來做 那有一次這個民間有誤解說 好像我們要用管制的方式來做 那就釀成很大的社會上面的爭議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的管制密度跟計程車不一樣 但這個並不是說你的概念不好 我純粹只是在講說 內政部的態度跟交通部置於計程車一定會不一樣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的角色不同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聽起來啦 就是說先不管說你的公司比較年輕 或新創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最主要的概念 你剛剛已經講到了 就是說大家對於這個價格的透明化 是不是一個大家的合理期待 只有這個合理期待 就是這個口碑出去了 你的別的部分才會生效 而且這個我覺得也是比較重要的 其他的像納稅啊什麼之類的 它當然聽起來很很正當 但是它不會一船十十船百 也就是說不會有口碑嘛 就是說我現在到一家店家 它正常的開統一發票 表示它有納稅 我不會就PO到我的這個社交媒體上說 我碰到一個誠實納稅人家 大概不至於 但是如果現在本來是不透明的 但是它是透過透明的網路上 程序公佈的話 那我想這個是很有道理的 就像您說的 有經驗過這種服務的人 他是會願意分享說 真的跟大家以前想的已經不一樣了 不是 對等等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這個message 那這個訊息要怎麼擴散 我們通常有幾個方法 一個是說你透過群眾募資 那就是認同這個理念的人 那他自己把錢放在他認同的理念上 那所以這個就算只是 就是小小的一千塊兩千塊 至少它表示它人車物裡面有一些物吧 至少已經願意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鼓勵願意這樣做的店家 所以具體的建議是說 也許有一些這種爭議性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物的部分 也許真的可以考慮群眾募資 那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能要想比較順口容易了解的 好比像說像什麼 內外夾工大力玩什麼 或者戴口罩去洗手 就要一個slogan 就是這個透明化的這件事情 必須要有slogan 好比像說像之前他們去 就是在民間有一些叫做 它叫透明足跡掃了再買 那掃了再買的意思就是你在 就是任何地方 你只要用你的手機 用他們的app去掃描 那它顯示出來不是它的價格 這和餅乾賣多少錢 而是在同樣的條碼 那它顯示出來是它的環境價值 就是它生產的過程裡面 它有沒有被財閥 有沒有去污染農地上的其他的東西 那或者是說它有沒有什麼正向的一些價值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看到 但是因為它就是八個字 透明足跡掃了再買 這個就很有傳播力 大家聽到之後會幫你傳播出去 那我覺得這邊可能你們也要想類似的 大概八個字左右的這種東西 它可以變成你群眾募資 或你沒有群眾募資 你只是要跟顧客說 那你可以分享這個概念的時候的一個branding 那可能這個部分要先找到 你後面第二第三地步才會踏得比較實 而且對於政府部門來講 也比較有一個東西可以來說 我們不是圖利特定的廠商 我們只是宣揚這個概念 這個是很重要 好 今天可能時間的關係 可能先只能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剛剛影片沒有拿給你 有啊 有啊 那因為我這邊有一些 因為我之前接受過他們幫助 那這個也先給政府來證考一下 這個是一個福音戒讀金 很好 謝謝 謝謝 那我以前接受過他們 謝謝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公司明年應該沒有 插錯的話 因為明年會上市 了解 那因為我們後面有一些的 獲利者 或者是投資者 那他們可能會有一些的 資金、稅金 那我想要說 因為那些阿滴、滴妹他們來採訪證 這個可能是不是另外約個時間台 可以 因為跟今天的題目比較關係不大 當然福音好像也有一點關係 我想說福音講不同 我想說社會 是是是 我知道 理解理解 好啊 這個我們也許另外約個時間台 這個部分我想強加上去 好的 證明我可不可以給你 要求最後一點 是 給我們一點點小鼓勵 好啊 這段話 幫我們把它列起來 好啊 那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可以 可以 可以 沒問題